各位带领节目平安 刚才每一次读经的时候 大家应该发觉我们正在读《麻河福音》 所以我们现在的系列是《麻河福音》 但中段有很多时候我都是按着圣灵的感动 而可能在讲章上有所调整 所以今天就不是继续讲《麻河福音》 但我们教会也很想大家一路读经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也一直思考《麻河福音》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教会无常 无常教会》 有没有不同呢? 与上次一家教会 教会一家 那次序不同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说教会无常 你想起什么呢? 或者说无常教会 你会不会想到的东西是同一样呢? 每一次我都很想跟大家教正不同的镜头 在圣经里我们找不同的价值观 去看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事情 上次提到很多电影节目都说 这个是很新鲜的对他们的深印神学 这个是的 这个深印神学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了这么久 因为一定有些东西是在影响你的 如果你说没有 圣经没有影响我 那你真的要好好读圣经 而且好好求圣灵一路带领着你 让我们所读的圣经能够是指引我们的生活 这个就是一个深印神学 你未必会说到 为什么有时你会这样去做一样事情 但是你或者会想到原来是背后有这些圣经 有这些金句原来一直在影响我的 因为它在影响你如何在你的传道 在你的实践里面 上次也提到有一个叫深印神学 这个Embetic theology 就是你印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 入了血 令到你行事为人有不同 但我很想今天再深一层 就是说能不能够将你有的实践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很熟圣经 很熟圣经就不等于可以实践出来 大家明白个分别 就是你可能以为我有这个镜头 爱人如己 我有这个镜头 但现实中你是不是做到爱人如己 就会看你如何实践出来 董家华牧师就写了一本书 叫《21世纪门徒现场》 叫做《实践神学新探杀》 前两天有机会当我和他分享的时候 我都亲身多谢了他 我说董牧师 我真的很感谢你写了这本 有关于《实践神学》的书 他怎样定义什么叫《实践神学》呢? 他说原来在教会的群体中 我们察验三一上帝在当下的行动 藉由参与其中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所处的时空中传释福音 原来当很多人误会了 以为神学好像很虚无缥缈 好像很抽象 好像应用不了 好像只是属于牧师在讲台上讲 《九年圣经》 原来日常生活应用不了 但实践神学是让我们 真的在教会的群体里面 在我们堂会的群体里面 我们去看看上帝 究竟在这一刻有什么行动 在这一刻有什么行动 而藉着我们的参与 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我们这个时空 究竟我们怎样去看、去想、去解释 这个福音 上次当我讲完一家教会 教会一家 完后有位弟兄就跟我说 他说 李传道 其实你在说完圣圣圣 还是在说完圣圣圣 哇 英文差一点都不行 我想到的 我没有立刻问他 什么完圣圣圣 当然 一同一家去 如果像做生意 因为他也是生意人 经营一间教会 但我们一起让一间教会得以运作的时候 我很想跟弟兄说 你提出这个太好了 因为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去经营一间教会的时候 共建教会的时候 我就是在用One Church这个观念 所以由One Church到One Church都是一个practical theology 所以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说 这一节经文在特别这三年影响得我好深 很想成为一个镜头 也很想成为我一个实践神学的起点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存 可喜悦的旨意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 或者你认识得我久了 传道你经常提这一节经文 我说是 提是一件事 识会是一件事 你能够识得背这些顿号 句号是一件事 但能够活出来 能不能够变化 又是另一件事 都记得吧 你由心 由脑里背了这一节经文 到心 到你走出来 是一段过程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变化 但变化的时候 我很想你记得这个动词 就是叫你们去测验 那次我说是一个识计 如果你正在读圣经 背圣经 讨论圣经 听圣经 而你不去识计 你不去引证 你不去走 你是不会知道那件事情是否合神的心意 在高文多前书12章27节说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都是肢体 我们不会反对的 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到一家一家教会的基础之下 我们所有人的头都是耶稣基督 我们各自都是属于一个肢体 属于基督的身体 一家教会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上一次也提到 我收到一个弟兄姊妹的WhatsApp 就是上星期三 她说最近我经常想到无常教会这个理念 什么叫无常教会呢 她说究竟我怎样用我的能力和因此 可以超越这四面墙来侍奉呢 教会无常 无常教会 我先说 怎样为之教会无常呢 究竟教会的墙是怎样砌出来的呢 有些人说 如果要看教会无常 其实教会有几种硬的墙 什么叫硬的墙呢 第一种可以用层来代表 就是教会有不同的阶层 有没有听过 教会有不同的层 在温高华好像不严重 但香港很严重 香港有七成的教会 人们都会叫做什么教会呢 叫中产教会 有听过吧 教会由一帮中产人士 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 其他人可能很难进入教会 教会墙好像被不同层分隔了 所以有些教会说 我每年做一次很大型的聚会 我们搞很多的功能 有很多的计划 然后我们请了一些明星来帮我们做见证 那你就坐满了教会三百人 但是好了 接着呢 到下个礼拜 本来就邀请了很多街坊来的 但是下个礼拜开始见不到他们 因为你问回他们 为什么你不来的呢 为什么你离了一会儿 然后又离了 或者第二次没来的呢 然后问回街坊 都不适合谈的 都不适合感觉的 他们就说他们去哪里哪里呢 欧洲旅行 我们跟儿子长洲都去不了 他说好像阶层很大隔望 结果有一个牧师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们教会几十年来都是一帮中产人士 有牙医啊 有律师啊 有政府的高官啊 就一起 结果完了崇拜呢 他们一定会一起去做什么的 他们很聪明啊 一起去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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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光了 但是牧师就说不行 我要尝试打破 他们中间的阶层 他做了什么呢 他说以后全部人一起 他有个地方吃饭的 我经常叫做餐厅 就是有个饭堂 一起吃饭 他们全部一起吃饭 不准喝茶 然后那些牙医律师就说有什么送的 他说有两味 薯仔炆排骨和排骨炆薯仔 其实就是一个送的 因为牧师说 那些薯仔可以等得久一些 可以多住几个礼拜 他说我们是喝开茶的 然后牧师说 要不要预备一些玻璃茶给你呢 牧师说 完了我们一起吃饭 总之什么人都好 全部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牧师就说 就算你们喝茶也好 好 你先吃完饭 一起聊天 最初也不是很习惯的 原来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 原来那个层的隔膜 慢慢就透过一小步一小步来到开始 他们一起吃饭 我也去过他们教会 看到他们所有人 最初教会只有几十人 后来几百人 一起吃饭和小朋友 那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露宿者 里面有绝版间房的基层 什么人都有 就是我真的看到那个牙医 因为我也是在香港看她的 那牙医和一帮弟兄姐妹 没有分彼此一起吃饭 后来渐渐到不同的节日 比如端午节 一起回来包种 所有的太太一起包 他们每次都包很多百种 是送给街坊 原来要透过一起去相处 原来那个层慢慢可以打破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另一样 原来在早期教会 原来也没有层 你看《黎伯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他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围奴的 是自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并且共享这位圣灵 原来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能否合一 我们能否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基础 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是受于一位圣灵 所以当日保罗他所牧养的教会 都是无尘 是犹太人一起 希腊人一起 是围奴的 自主的 在当年觉得围奴的 就是做奴隶 根本就不会和主人一起 他吃饭也肯定不会一起吃 但竟然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全部人是坐在一起 还有在《黎罗西书》也说得很清楚 《黎罗3》11节 我们在教会在这里 并没有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化外人 什么叫化外人 知道吗 化外人不是太空的人 化外人有一个圣经译本 新汉语译本就译造 是野蛮人 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学识的 没有什么文化的 当然是的 有些如果遇到没有文化的人 最初真的难一些 当教会开放的时候 给街坊来到 街坊来到 牧师说他试过在港台港道 听到什么声音 啪啪声 啪啪啪 知不知道啪啪声在哪里 知不知道做什么 是的 在剪指甲 在剪指甲 因为他们跟我们教的 桌椅子有点似 前面有一个甲放圣经 他说街坊就伸脚放在前面 因为位置放着多舒服 你们现在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放在前面 然后剪指甲 还有些人就带着一包花生 在吃 有些人一听到啪啪声 那些人就执目了 对不对 不搞错 不搞错 但是结束了 牧师也有跟他们分享 他就透过港坛一起去教育 其实他们就是不知规矩 因为你都没有说明 不准剪指甲 又不是吧 要说明 因为你都没有说明 不准吃花生 要说明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乡下 他们去到外面活动 他们做什么 吃花生 很开心的小孩走来走去 然后他就以为是把文化带了下来 但是这个透过慢慢教育 透过慢慢去相处 他们爱然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 很久以前我们香港披萨克 可以装那些沙律 你有试过吗 竟然 可以装 那些人砌得很高 有一层粟米 然后在旁边放薯片 然后浪高一点 很高的 结果他开始爱然的时候 真的有街坊拿出一只碟 然后去到披萨克 在砌那些薯仔 围着边 然后砌得很高 砌也没问题 谁知道吃不完 倒了 让预备食物的弟兄姐妹看到 很生气 但是牧师也说 这个要教育 就是因为他们怕没有 因为他们贫穷的时候 他们真的怕没得吃 他怕小朋友不够吃 但是这个慢慢教育 他说很快几个月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有了大家的尊重 他教他们崇拜 其实是我们对上帝 究竟我们对那些人 是否一来到 你这样的 你始终不在 不是这样 所以那些遗老的自主的 唯有在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他说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结蒙爱的人 就要全年吻 因慈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未来的几节 会和大家分享 是的 我们知道有这副眼镜 我们知道 我们教会应该是没有层的 应该是昔日 早期教会 但怎么做呢 我们有时真的看到一些情况 像刚才所描述的那些 我们真的觉得不舒服 觉得它不合规矩 我们可以怎样呢 很久这里开始教我们 他说 所以你们既然知道你是神的选民 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挑选的 我们是圣结蒙爱的 我们要传 怜悯 你有没有呢 恩慈 你有没有呢 謙虚 你有没有呢 温柔 你有没有呢 忍耐 你有没有呢 倘若这些人跟你有嫌隙 你不用回答我了 有没有人跟你有嫌隙呢 你现在可能心里想起一个 两个 希望不会有十几十个 有人跟你有嫌隙的时候 你怎样呢 你是不是生他呢 但保罗说 要彼此包容 要遥恕 主怎样遥恕你 可能这里一说的时候 我们立即正常的人说 怎样遥恕他 保罗立即说 主怎样遥恕你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人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我们有副眼镜 就是我们懂得如何去爱人如己 我们有副眼镜就是要宽恕人 我们背圣经很熟的 但当去到实际的场景的时候 咦?你生了十年的人 你还在生气? 你生了十五年的人 你还在生气? 或者现在世界各地的信徒 听着的 你可能现在没有回教会 你可能在生气某些人 所以没有回教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那个 并不是你的心印神学 因为还没有影响你的行为 那个爱人如己 只不过停留在圣经里 停留在你的嘴里 停留在你的脑海里 但你还没有实践出来 继续给你多一些提示 如何做到实际的行动 他说在这些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原来的关键是 你有没有那个爱去联络着所有东西 不是你的大量 你不要靠你的大量 因为如果你生气 那人十多二十年 你还在生气 你的量度也可能很小 你不要靠自己 你要靠什么? 你要靠上帝的那个爱 你才能够踏出一步 可能做到多一些东西 你能不能有那个爱心呢?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面作主 我觉得这个译得非常之好 作主 平时就是我们作主的很多时候 因为你决定生气他 不生气他 你决定做这件事 不做这件事 你决定想这件事 不想这件事 是你做主的 所以你做主的时候 你就决定继续生气他 你就继续有这个严隙在这里 但这里保罗说 原来我们要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就是用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的心里作主 就是说要交给耶稣做事 如果你真的做到 你就做到以上的事 如果你最后做不到 如果你说耶稣都不是你做事 我做事 所以我继续生气他 我做事 所以我继续生气他 所以我继续生气他 那你就没做到圣经里想你做的事 他说你们是为此蒙照 就是一起叫你们 大家记得 Ecclesia教会的希腊文 就是叫一群人出来 刚才说蒙照 蒙爱 圣结 分别为圣 那群人出来做什么 就是要展示这个爱给人看 我们是归入基督这个一体 所以我们只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传感谢的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 他说当样各样的智慧 将基督的道封封富富的传在心里面 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以感恩的心歌众神 刚才我们一起也有唱诗歌 很多牧者都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很大声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唱得很有力的 但只是停留在歌词也有 但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走到呢 我们有没有用各样的智慧 真的存在心里面 不仅在脑里面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表达 我们刚才读经 我们刚才唱赞美诗 我们有灵歌 我们彼此去教导 我们用这样的心 我们有没有呢 现在我们讲的是基础 一会儿就会说如何实践 他们无论做什么 当实践的时候 说什么行事 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藉着祂感谢父神 其实这个很难 为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做什么 都敢奉耶稣的名做呢 平时我们儿童崇拜的导师 就在后面奉耶稣的名做 因为他在关顾小朋友 把神的道说出来 为了说道 又可以说奉耶稣的名 但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当我们和人们吵架的时候 你们没有的 吵架的时候 或者心里面有些苦毒的时候 你是不是奉主耶稣的名呢 我想你不会够胆地说 我奉主耶稣的名 现在罵你的 我奉主耶稣的名 现在送你一招 或者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 我… 不知道什么了 会不会呢 如果能够做到保罗所说的 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 其实这个难度很高 这个墙 另一种墙 如果刚才你看到 我由那种阶层 那种身份 你怎样看自己 怎样看别人 我转了去另一种 就是心态上 或者是和人的关系上 我其实到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因为和他们分享一下 教会的墙是怎样建立的呢 很多弟兄姊妹 比较少说我刚才那些阶层 但反而说得多些 就是刚才保罗在经文上说 和人的严隙 因为当我们和人的严隙 一直建造的时候 其实那些墙就开始捉起 你可能和你的弟兄姊妹 那个墙捉了 你可能说不止一层 你可能说五年 我已经捉了很厚一层 那些仇院去到十年 厚到你都不知道在哪里 原来就是很多的墙捉住了 而其实教会的墙有第三个意思 就是人家进来的时候容易吗 你想想 如果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人 和很多不同的人的关系 都有严隙 做了很多场的时候 其实人家都不能进来 人家进来可能都走了 刚才说第一个情况 有街坊有轮舍进来 看到你们这么多不同的阶层 他走了 你进来的时候 看到你们完全这么不和 有些人说在教会那里 听到人家在不知道什么 每年一次的聚会 我突然忘了 那些会友大会 是 会友大会 在会友大会 在会友大会吵架 哇 那别人一看到 我怎么会留在你那里 你们那些人 吵架 吵架到好像 有台湾的朋友 我以前小时候 看到台湾的立法会 那些会议 怎么可以这样开 他们怎么开 打架的 脱衣的 啊 啊 哎 看着我干什么 他们不是说的 是真打的 那你见到那些人 如果有些教会 你在会友大会那里 好像批斗那样 你又骂我我骂你 你又准备拿着拖鞋 不是拖鞋 扔你 那你怎么信耶稣 你刚刚才唱完歌 那些挺美丽的歌词 是吗 又说我爱你 愿意一生奉献给你 哇 又至爱的回响 又有一首美丽的诗歌 说完完 哇 你的样子好像变念 那别人来的新朋友 走啦 有一次有个传道跟我说 他说有一次 他女儿那时候九岁 现在已经多人多 在读大学第三年班 他说那次真的吓到他女儿 他在教会那里见到两个执事 他结束了崇拜 那个执事还做主席 他做完主席下去 跟那个执事打架 他说 我都没见过有人在教会打架 但他说那次被人见到这个情况 他用了多长时间 去辅导他 去说其实人也是有罪 要说这么多 但是那个镜头 那个画面 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一世都记得了 你还说彼此相爱 是吧 原来我们就是做了很多这些场 以至到别人很难进来 如何去打破这场呢 我们用什么锤子 可以去打破这场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想用这几节经文 今天很想你特别记得这几节经文 未来这个礼拜 很想你特别去思考一下 关于教会无常教会 接着我会讲一些实际的例子 以及我邀请了一位姐妹 和我们分享一些事情 二分所书二章十二节 他说要记得那时候 你们和基督无关的 原来有一段时候 你们和基督无关的 就是你未认识他的时候 和以色列这个选民的团体是隔绝的 刚才就说你们是挑选的 但是有一段时候 我们是和团体是隔绝的 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国外人来的 而且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如果你是这一类的人 现在在看的朋友 你看看会怎样改变 那时候和耶稣基督无关的 或者你自己在这一刻 你都说我和耶稣基督无关的 你是一个国外人 你没有一个希望 没有一个指望是对于永恒的 你的心里面也没有神的 十三节 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 当然你不认这个神 如今他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信了耶稣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靠着他的血 我们刚才守圣餐 你相信耶稣的血 是让你能够洗净你的罪 你已经和耶稣亲近了 原来信耶稣和未信耶稣之间 你可以说这是第一步骤 第一步骤就是 你接受耶稣基督 他的补血是为你而留的 但你开始亲近了 十四节 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 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和平 使得双方合二为一 拆毁了 圣经说得很传神的 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 由耶稣去拆毁最难拆的墙 那墙是哪墙 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原本犯罪 原本犯罪 然后这墙是很厚的 而且是用他自己的身体终止了这个冤仇 就是刚才我们的领圣参 刚才说的血和他的身体 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耶稣指的身体为我们抹开 成为了待罪羔羊羊 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能够复和 他拆了那墙 废掉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了要使两方 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促成了和平 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过都变成了新的了 原来我们用什么基础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这是一个基础 促成了和平 所以他说已经在十字架上 消灭了那个冤仇 最大的冤仇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 使得双方归为一体 同神和好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所以他一直在传福音 远处的和全和平的福音 比那些近传 所以远到台湾、非洲、日本、澳洲的你 以及这一刻在温哥华的我们 一直传福音给我们 这幅图画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我经常吃饭的时候 都会看一些可能很烂的剧 我看了这些剧真的挺烂的 看了两集已经不想看了 但我想知道结局是怎样 那你会怎样? 现在很好的 很多人用8分钟看完40集的剧 然后解释很想知道结局 然后他说到有个媳妇 即是媳妇 她的家翁 家翁 因为媳妇做了一件很错的事 很错的事 结局他要靠自己做送外卖 但是这个爸爸 所以他的旁述就说 这些可能是老一辈的人 有一个处世的大智慧 就是什么呢? 他首先走出第一步 在下雨的时候 去找一把姐去给媳妇 来做 他走出了第一步 这个冤仇很大 他接着旁述就说 中国人和家庭的关系 很少是绝对的怨和爱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成为家人 当然有些怨、有些怨、有些严固 一定有的 做人 是吧? 那怎样可以打破呢? 他说在有微妙的时刻 我很喜欢这句 他说底色是亮的 复杂中透着温情 他挺有文采 就是他 就是什么? 我马上想想 因为我前天在预备我这篇讲道 基础是耶稣基督 原来我们是有怨、有仇、有爱、有恨 在很微妙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做呢? 原来就是有人愿意 拿把遮掩出来 原来他说我们有时是知道对错 但我们可以放下对错 然后用一个更加量力的底色 可能是读美术的 然后复杂中透着温情 那我们基督徒是否更加做得到? 应该是 我们有一个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冤仇 他拆了那封墙 所以如果你说你属灵生命是好呢? 你就要走前一步那个 因为你认识耶稣深一点 你知道耶稣会走那一步 为什么他不先走呢? 因为你比较聪明 你信耶稣更长一点 虽然信耶稣耐和属灵生命 是未必成正比的 等于一个人年纪很大 不等于他很成熟 对吧? 我们有时可能会认识 那些人年纪越大 但他做的事一直都是重复犯错的 没有改造的 可能他未必成熟 但如果你是成熟 你是熟悉圣经的 你愿不愿意走出那一步呢? 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 就借着这个十字架 我们归为一体 和神和好 《教会无常》暂时讲到这里 那什么叫无常教会呢? 如果教会无常就是无层 就是中间人与人之间的严隙没有了 就是人家可以很容易进来教会 不会有很多关卡才能进来教会 但无常教会又怎样呢? 这幅图很蒙的 我特意这么蒙的 这些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人来的 这些很模糊的人 等于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们原本也是很模糊的 我们在社区里面 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自己 没有人认识我的 我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今天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 都是很普通的人 就是一个愿意走进社区 愿意关怀轮舍的见证 Mathiel你可以帮我的镜头转到这里 因为我想邀请Betty Betty你可以出来站在这个位置 我会下来这个位置 是的 我这个咪 大家听到吗? 听到? 好 你可能 你先说两句试咪 大家好 是 听到吗? 好 好 大家好 她叫Betty Betty你可不可以先简单介绍你自己 你来了温哥华多久? 是 我来了十八年 我零四年在香港来的 是 在香港来到的 是 你怎样信耶稣或接触到教会? 我来到温哥华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我朋友是基督徒 他每个星期都带我回教会 当时我在香港没有回过教会 来到要回教会 我就很抗拒 听牧师说什么都在反驳 牧师说你们不要靠自己 要靠神 当时都是靠自己去决定很多事情 靠自己面对很多问题 不信 后来过了几年 自己搬了出来住 那些子女又大了 又有些反叛旗 教会很辛苦 觉得自己又 害怕他们学坏 刚好有朋友 他们邀请我去喝茶 他们是教会的朋友 约我的朋友去喝茶 我的朋友原来 她自己家里有些问题 想离婚 而教会的姐妹 约了她去谈 刚好我又在这里 他们谈的时候 我发现到她们 很关心这位姐妹 因为她离婚的事 她会给她很多意见 或者很多分析的事情 如果她有什么问题 她就愿意去帮她 我看到原来 教会是这么好 好像家人 去关心大家 当时我自己很孤单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亲人 没有什么朋友 在香港过来 我看到我朋友的家 她是基督徒 她围着教会转 一个星期翻三天 又有些坡坡在她家里 我看到有神的家人 和无神的家人 好像有很大分别 所以我就开始回教会 你之后好像患了病 是的 我信了主两年左右 我发现是抢症癌 就是三期 我要做电疗和化疗 在那个过程中 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 以及有一队中信的探访队 他们是专门有病的病人 我当时觉得很好 因为我都不认识他们 他们来探讨我 当时一个病人 如果有人来探讨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关怀 嗯 所以是否因为这样 你领受了上帝的爱 以及你有感受到 病的时候有人来探讨是这么好呢 所以你现在有做很多探访的工作 是吗 是的 我病好之后 我就去中信那里 参加一个关顾火情 上完堂我就开始去探访 有时去医院 有时去家庭探访 都探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吗 五六年了 已经有五六年 那里面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 你觉得深刻的经历 在探访的里面 我记得我初初去探访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两个人一对 或者三个人一对去探访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访 一个Care Home 我的脚很痕 又拗不了 因为坐轮椅 然后再说一位姊妹 立刻蹲下 修不会装拖鞋 摸着她的脚 就说她是哪位置 我会按摩他的脚 按摩完后 那位婆婆で大家很感到 感到说 好像没有医院和国外银 hu diferenję ώ抱她 好多 engaging 就会带一些语语长片给他看 因为现在老人院很多时候都是讲英文 或者是看英文片 有些语语长片他就觉得好像有归属感 嗯 如果最后 譬如关于我们说入社区关围轮社 有没有一两句话可以鼓励一下大英姊妹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出一分力去关心身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大家的社会就变成有连结 不是分开 好 先多谢你先回到座位 虽然是短短五分钟的分享 但里面极丰富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 有很丰富的神学 也有在回应我这两次讲道所有的重点 他讲到他自己开始可能抗拒教会 但他就看到身边的人有教会和没有教会 看到他怎样关心人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叫做无常教会 其实就是将我们将上帝的爱延伸出去 在外面就成为一间教会 他在盼房的时候那两个人那三个人去到那里的家里 那里就是一间教会 当他去到care home的时候那里就是一间教会 他刚才说那个人好像没有被隔绝 因为他可能自己的听觉听不到 和外面他觉得很猛烈 但那个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个人做到 我这一刻我也做不到 即是真的去脱了鞋 然后帮他拗痕 帮他按摩 我们未必做到 等于耶稣帮门徒洗脚 我们未必做到 但竟然有人这样做 将爱这种很具体的行动去带给他 还有刚才他说 当他去喝茶的时候 看到很多基督徒那份的爱和关怀 为什么我会认识Betty呢 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就来重启的时候 三月中三月尾左右 我有一晚就收到个电话 一打来 他就说你们教会什么时候有实体崇拜 然后我说我是呂传道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他说有啊 我想来你们教会去参观一下 参加一下 他说因为Covid的时候 他们原本那人教会都比较小一点 就关闭了 他都要寻找教会 好啊 欢迎你来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呂传道 你有什么的理念 有什么事奉理念 有什么异象 我本来十点多在家 真的动高着脚在看剧 有人这样问你 我立刻坐直一点 然后我说 我有两个理念 就是等于我的心印神学 入了血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个Affirmation 有一个认识 比如你问我 最重要入了血 影响我特别这几年 或者以后的二三十年 我都会是这两个 是我的认识 我跟Betty分享 我说我是一个one church的观念 所以不要紧了 你找教会 你只要没有回教会 你想来就来 或者说 我的观念就是爱伦如己 他还没有说他的背景 但是我先说爱伦如己 我想特别关心社区有需要的 特别是长者 我说这个特别是我妈妈离世之后 是我一个都挺大的负担 我想去关心长者 无论是独居也好 或者叫伤老 就是两个老人家 但是没有子女 因为之前有一支众 Hebdo 她的佢伙子都过了七十岁 她都说美女全道 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没子女 接着她说 你就没有子女 那你会怎样 我立刻想想 对 我只有三只狗 我立刻不知道如何 我觉得 嗯 其实温哥华很多 香港也很多 温哥华都很多 对不对 我就这样跟Betty去分享 我想她也挺满意我這個答案 跟一天不 Pode 是星期日见 honeymoon 很感恩 他每一次都回来 我继续为这件事去祈祷 我们教会 如果你问我们一直在开展 譬如我们在做网络的事工 福音 我们在做新移民 所以刚才你那个又是配合我们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在香港正在来 我将来都会接待 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家住 接下来五月中又有一个 又会在我们家暂住 7月8月又会有人来我家暂住 所以多些人来得好 我也要做见证 但我不会在家里爆粗的 大家放心 我不会说粗口的 我们很刻意和太太 很想能够把爱很具体给人家 所以你就被人伴 那时候你是很不情愿的 原来不要紧要的 不情愿跟他说一个星期一次 对吧 你要回来一次 虽然我不会锁住不让你进入的 一个星期一次 他鼓励他 原来慢慢初步接触 他肯拨牧师说话也好 所以我真是欢迎大家的 大家可以电邮给我和我说 如果你有什么要博我 有什么要说的不同意 你记得跟我说 我也很欢迎回应你 结果继续祈祷 这段文字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我也和执事有商量的 这个星期几个执事被我捉住 聊了很久的 但很享受和我们一起商量 星期三晚完祈祷会 我又捉住执事 又聊聊聊 星期五完团契 又捉住执事 又聊到十点多 十一点 因为很多教会 很多福音事工 很多门 上帝是为我们而开的 之后这五分钟 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都从执事祈祷 我想去做 刚才你说的 原来入家庭是这么重要的 可以接触到老人家 还可以接触到老人家背后的家人 有一天有个弟兄 跟太太Helen说 她说我妈妈搬进了一间新的家庭 很近你家 接着我说近什么 我就看地图 我实际上都开车试过一次 前天我家开车去 就一分三十八秒 够近 走去应该五六分钟 很近 一定要探望 我立刻说 不如这样 你叫她可以谈一下 跟Care Home说 如果我们教会想去探访 行不行 那么近我 好 我说一下 然后那个弟兄回电话给我 我跟执事说 执事可以联络他 执事很兴奋 好 我联络他 我说明天就打给他 结果就打给他 结果打完一次 不回忆 留了言 接着假了两次 不回忆 又留了言 哎呀 心都凉了一折 我说那不要紧了 没办法 别人不回忆 但真的很大恩典 所以我们有时候上帝 我们做的行不合上帝的心意 就是你要去证明 那你不是只是祈祷 我这一刻就只是祈祷 不过我也有行动 我请执事去 但是可能很多人来到这里就停了 别人都不回忆了就算了 执事就再用你这个方法 在他们的网页留言 就说谁想参加军事就留言 那就真的留言 传个信息去 谁知道很快就回了个信息 我一看 我又打退堂股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需要做 in-house的军事 如果你12岁以下 就要大人陪同 如果你12岁以上 就是我们 就要纪念6个月 然后还要 at least每个礼拜两个小时 还有一个移动 from two to eight hours 好了 那我一看 哎呀 他还说要 就是要看他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一看 我就跟执事说 我不用了 我说第一 我没有时间上课了 因为我们现在 你都知道 我们一看到commit这个字 我们就立刻打退堂股了 是不是 你一说 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侍奉 好啊 要执事多久 哦 很短的 一年而已 哎呀不行啊 我又要去船河 又要去什么 又要去麦拉 当然不要了 你敢不敢一次找我 女传道 我一定不推你 我不是在说这间教会 那又怎样 一看到我都不行 执事这个字 然后我跟执事说 不要了 那就不要了 那就算了 我们也有点失望的 结果他隔了很短 几天 就是上星期的事 然后呢 要执事 那执事突然 e-mail 传这句给我 我又醒了 哇 哇 这个是神奇 有什么是神奇呢 他说老人院的邮导 然后有订阅给我看 我看得真是神奇 他说 其实这个时候 对我们都是一个很辛苦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那些是长者 那些年纪 那些年纪 他们不能够出来 而且他说得明白 不能够回教会 然后他说因为他们的健康问题 还有他们的Language Barrier 就是他们的语言 刚才你又说了 他们看了西人的电影 对不对 他说我们最近是有Volenteers的 由哪一间教会 但那间教会只有英文的服务 所以他说很有限去提供 他还要说明是神奇的医療 我最想其中一种就是神奇的医療 然后他说给那些不懂 或者不明白英文那些 因为我们的中文的人 那些占25% 他们只说到普通话和广东话 哇 跟我差不多了 我只是说到广东话那么低 那他说行啊 满足了我 然后还有 他说只说到英文 有25%是普通话和广东话 接着他说我们很相信 这个上帝 他说在这个国际的疫情里面 他想有人可以提供到一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一次的教会服务 这次就根据我们的充电力了 还有他说I'm really praying 他真的祈祷 就是说这个是有信仰的 这个是在care home里面做的 他说It's possible for Chinese seniors 然后就可以帮忙做更多的工作 是给love和feel more 我没有和Betty夹过的 其实刚才Betty的分享 Betty说你需要和我夹一次 我说不用的 我想职场 这些东西我想试他 特别是最后一句 我是连预备问题 我都没有给他预备过的 我是特意考他的 刚才他问他 他说最后想跟大家说些 和大家说些什么 他用了一个字 就是这里的那个字 connected 连结 其实我们就是一群基督徒 我们将一个教会成为一个 教会无常无常教会 我们出去外面 去代表上帝比爱和connect 这个community 当刚才我说很模糊的人 我们在一个社区 但和我们愿意带着爱 好像Betty那样 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其实就是把这个十字架 给人看 这个是爱 执事说很神奇的 就是我已经打退堂鼓 我已经不敢推动 但上帝这道门就是为我们移开 然后我星期五晚我都再和执事说 执事是不是真的去的 你们说去呢 我才和大家分享这个异仗 他说是呀 我们都没得选择 有时就是这样的 去到一个位置上帝都开了门 我们没得选择 刚刚上星期四 就是过去星期四 我们在Richmond有一个茶经祈祷会 里面有十一个弟兄姊妹参加 然后我和她们分享这个这么神奇的经历 中间所有我问弟兄姊妹 我说 弟兄姊妹 你们中间有赞美操的老师 还有两个赞美操跳得很好的 我就想到我们不仅仅给予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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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已经立即打了给一个平日退休的做司琴 我说 哎呀 Maggie 你行不行可以帮我弹琴 他一口就答应 行 我说 你一至五里面有哪一天不行 他说 天天都行 我说 哇 温哥说有很多这些人 很多人每天都行 我迟些打给你们了 然后我又和茶经小组 十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赞美操的老师 他飞回到香港 台湾是学赞美操的 然后我说 老师 你几年都没有出关了 不如你帮我们一起带吧 然后他说 好 然后他的助教一起带 我就说 可以一个老师在外面大赞美操 坐在那里 因为很多行动不变的长者 就可以和他们做一些手部运动 我们就有很丰富 我经常都说 关心他们的身心社灵 我们就一起可以关心他们的身心社灵 所以接下来 其实已经约了我们 大家都为我们这件事情祈祷 就是接下来星期二 下午两点 就去那间care home 找那个负责人 我们已经是谈 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大家为这件事情祈祷 所以大家为这件事情祈祷 暂定 我们是想 我会建议 因为我和很多人夹了 和执事都夹了 就是说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 每个月的星期二的十点 每个月的星期二的十点 我们就轮流可以去到 把爱带给他们 我们有赞美操的老师 还有一个speaker 还有一个机器可以播赞美操 我立刻那天就叫他们录了一段仔 我去到和人谈的时候 就可以更具体地说 我们做赞美操可以怎样帮他们活动 所以大家真的为了这个事工祈祷 上帝一直开路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出去 关键是我们带了别人回来 别人愿不愿意留下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幅很美丽的图画 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默想 刚才我带大家看了教会 有可能我们不觉意捉了不同的场 不同的层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阶层 我们的身份 好像跟其他人的身份格格不入 但是初期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原来是奴隶自主的 没有学会的野蛮人 原来恩着耶稣的爱是可以一起的 也跟大家看到一个很真实的见证 就是原来我们弟兄姊妹 当我们将教会延伸到在外面酒楼 在care home的时候 原来未信的人是看到的 或者曾经离开过教会的人 原来再像Betty那样看回 原来有神的爱和没有神的爱的团体 原来现在不同的 各位弟兄姊妹 未来就只是我们的选择 我不知道在在座的你 我不知道在电脑旁 在电视机前面的你 有没有不同的冤仇 我想告诉你 你最大的冤仇都大不过我们和上帝的左格 但是有一个十字架 就是帮我们民灭了这些冤仇 原来我们有一个很亮丽的背景 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已经有了 关键是你怎么选择 你选择继续自己的情绪做主 还是选择给耶稣做主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耶稣 我们真的看到你很伟大的爱 由刚才领圣餐你的吩咐 到原来你的身体你的血 就是为我们鸿灭了一个最大的冤仇 原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 我们是属于你的局内人 我们是有盼望 我们是属于你的选民 就让我们不是单单的听到 就让我们真的将你的说话 成为我们的心印神学 最后能够成为我们的实践神学 以至到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 真的将爱可以带出来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学识 但我们需要有心 我们有心的时候 我们带着你的爱 我们走到社区 别人就见到你的十字架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性的名字及及 阿安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性的名字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性的名字